远处响起阵阵轰炸声 子弹散落一地 整座舰竹被轰炸到几乎只剩废铁 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夺回基辅西北方城市伊尔平 但是俄军人持续炮击 感觉这场夺回战离成功还有些距离 伊尔平遭到俄军猛烈攻击 手无寸铁的民众只能等待人到救援人员协助撤离 在经历数星期躲避战争后 老太太终于可以好好喝一杯茶 回想起这些困境她不禁哽咽 尽管她的状况很糟 但她仍心细不知去向的女儿 俄军猛哄下伊尔平半数市区已成废墟 也被二军惨红的哈尔科夫市长则呼吁当地企业逐步复工重启当地经济发展 TV别新闻 发射车点火飞弹升空 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公布 多点发射伊斯坎德飞弹的画面展现强大火力 部下大厦警告俄军入侵乌克兰 准备卷土重来 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周围的部队不到两层处理 实际上转向东部和以北的白俄罗斯 重新整顿和补给 被围攻的马里乌布尔以及赫尔松 南部战略港城等多地 过着24小时炮火猛烈升级 路上攻势停滞不前 疯狂轰炸也凸显俄军低迷的士气 原本遭到俄军阵领 基辅以北的郊区重镇 乌克兰军队重新夺回 建筑还冒着黑烟 地上还有被炸死的俄军士兵 遗体残缺不全 英国情报单位指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个多月 俄军士兵已经出现 厌战的情绪 还传出自己人 击落俄军飞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孩子们筋疲力尽 吃着意大利面 终于能坐下来 饱餐一顿 因为这趟旅程 实在是有够惊险 带着一家大小穿越危险森林 好不容易才抵达匈牙利的中继站 他们冒险离开家园 要躲避俄军的攻击 根据乌克兰官方数据指出 至少有145名儿童 在战火下丧命 眼看平民区不断遭遇火炮攻击 越来越多人像这一家人一样 原本在战区等待停火 现在纷纷出逃 害怕每天活在遭遇空袭的恐怖氛围下 乌克兰居民除了逃往匈牙利和周围邻国 光是抵达波兰的难民 就有230万人 现在新生活恐怕对难民来说又是新的挑战 TVBS新闻重新 躺在病床上接受CNN主播库博独家专访 他是日前在乌克兰采访遭到枪击身环的美极摄影记者胡安 亲口还原事发经过 当时从基睦前往伊尔平的桥已经被炸断 帮着俄军入侵 胡安和另一名纪录片导演瑞诺结伴同行 搭上当地人的车前往另一座桥 大约15分钟后抵达检查哨 博安看到一次俄军拿枪对击他们 第一时间吓得大叫 心里猜测对方应该不会开枪吧 没想到下一秒他就中弹了 乌安没有被射中要害 但是前错的瑞诺 没能躲过一劫 国安被司机送到基辅一间医院 尽管大腿中弹 意识还很清醒 直到手术结束后 国安才得知同伴瑞诺已经身亡 回想生死一瞬间 他一度以为自己也死定了 身为战地记者死里逃生 胡安直到现在人不断做噩梦 身体的伤好得快 但心理创伤恐怕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复原 TBNS新闻综合报道 中南人员在瓦里队中搜救 吴东对内刺客遭到轰炸 大楼顶部陷落 但军工事没有停止 美国总统拜登 警员乌克兰在加码 乌克兰总统 俄罗斯宣称会减少兵力 但不只轰炸北部大城切尔尼哥夫 乌克兰指控南部大城马里乌波尔 人道救援组织红石自会也被炸 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俄军轰炸力道大幅升级 乌克兰人吞下眼泪埋葬 死去的亲友 马里乌波尔的居民 遭到俄军数周围困 在断圆残壁下生活 乌克兰人说这里就是家 要死守家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但是专家最担心的 却是一场没有流血 但冲击更大的一场战争 美俄关系降到冰点 专家认为新冷战已经开打 历史学家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 仿佛看到当年的铁幕再度落下 我们现在在这儿 不只有乌克兰的分裂 让专家似曾相识 冷战当年扮演关键角色的美中恶 在这一次的冲突当中 仍然有剪不断理排乱的三角关系 当年美俄虽然针锋相对 但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当时 因为领土争议 情绪同样紧绷 俄罗斯在权衡之下 决定对美国态度软化 只不过心非其彼 除了中国大陆的角色 专家认为这一次冷战当中 双方对峙的武器 也跟以往大幅相同 专家点出这一次的美俄冷战主要战场 其实就在经济市场 也因此这场冷战 对全球的经济市场都会造成冲击 市场跟密切观察 恶乌战火的动向 战争结果也将牵动 经济上的冲击 不过专家倒是乐观表示 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体质健全 如果不是全面性的冲突 造成的影响很有限 但对俄罗斯而言 就算在这场战争当中 取得最后的胜利 也加深与西方国家的撕裂 经济上更难挡庞大的冲击 最终可能也是赢了面子 输了理子 TVS新闻 综合八达 中央政府将驻立陶宛的大使馆 降级为代办住后 可以看到现场闷窗行币 非常低调 索性连五星旗都不飘了 不怕立陶宛对台湾 伸出友谊之手 北京撕破脸 虽然断交这红线 暂时未踩 关系却早就不复从前 立陶宛的外交界 他们是相当压抑的 因为这件事情 在外交关系工业上面不存在 不过我们也同样的 我们从后续的发展 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实立陶宛的立场相当的坚定 这种关系降至冰点 但对岸对立陶宛的商界施压 一度蔓延到政界 三个月前访台的国会议员 回国后更曾被政敌质疑 指出立陶宛国会风向大改变 不分党派的更关心民主同盟 能否对抗专制政权 欧洲紧盯新冷战时代 目前给台湾多一些外交空间 但也挑战北京底线 台湾如何寻求突破 除了等待机遇 还考验下一步布局 TVBS新闻洪富华刘婷林 发自立陶宛维尔纽市的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